看下,如果说这里夹到同块没有夹住,带着都很宽松的那种,轻轻的一拉就会冻,那么需要同块的话稍微调整一下,首先打开防火灶。 取一下防火灶,要观察一下,这里同块之间的,中间的距离啊,如果距离过大,它带子就封不住,带子过去的时候的话,有可能就会直接掉出来哦,风气太大了,那么就需要调整一下,这四个螺丝,一二三四,这四个螺丝啊。 现在看一下这里的话,有空隙啊,空隙面移动会比较大。 再塞进去的话,比较空气比较大的时候的话,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桶,上面这个标着块啊,上标块的话,这边的话都要往下降,降一点下来。 这个具体的话,如何往下降呢?我们首先的话就是拧这个螺丝,把带子掰开。 上面这个螺丝,给它松一点。螺丝松了之后的话,下面同块就会往下降。如果说松不动。 这个时候的话,这个时候的话,我们就需要的话,拿一个尖子前过来。先把下面这里有个小并帽。这个并帽的话,先把它松掉。 。 用帽松了之后的话,上面的螺丝就好拧了。 现在我们看一下。 把同块往下降,螺丝松。 一个明显下降的一个过程,可能说不是很明显。我现在的话,把同块先伸上来看一下。 如果螺丝的话,拧紧,顺势上拧紧。 那么这个距离的话就会加大。现在的话很大了,这样的话是封不出口的。 所以说的话,我们要把螺丝的话要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。 把同块的话先往下降。 这个具体的话要根据自己的袋子的厚薄来决定。 需要降下来是稍微升上去一点。 你的袋子比较薄的话就要降下来一点。 袋子比较厚的话就要往下降。 然后袋子比较厚的话是要往上升一点。 不然的话这里封口过不去。 这样的话,这里边的话就有紧度了。 一般的话拉就拉不动了。 然后的话再往后移,都有紧度。 如果袋子过不去的时候的话就要往上升。 现在我们可以试一下,尝试一下,开机。 看下袋子是否是重上夹的过程。 一般轻轻的说是收不动的。 这样的话就正常了。 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调整这里,调整完了之后。 我们就可以把上面的那个冰棒的话稍微把它紧一下。 紧回去就可以了。 稍微也紧一点点就可以了,不用很紧。 这就是同块的一个间隙的一个调节。 一个操作的流程。 下几个人物。 3,54,5100。 3,5200。 5,5200。 5,518。 5,510。 5,5300。 5,520,5800。 5,580。 感谢观看